你好,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怎樣去創造CPD 其實以前香港最旺的地方 在英國想看重香港的時候 想佔領香港的時候和大陸談條件的時候 最旺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赤柱 但是他們看過回來之後 最後選了中環做了CPD 為什麼要選那裏呢? 因為他們可以看得到尖沙咀 整個內地去尖沙咀那裏全部看得到 跟著他們萬一共產黨或者中國政府下來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沿回去香港仔赤柱那邊 離開香港的 這個就是那時候他們的佈局 用了幾十年打造了中環就是一個CPD 跟著上兩屆或者三屆政府 希望打造東九龍做一個CPD 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打造 先前他們答應過說我們要做輕軌 我們要改善交通去做 但是始終都不成功 你看到現在東九龍去拍那些地 始終有很多都是流標 其中一個就是交通配套 或者那邊是微乘氣候 其實他已經很厲害了 即是已經是將一些部分的公營的機構 好像稅務局啊 或者一些政府機構 就搬到他那邊 那你搬到那邊的時候呢 就沒有辦法 那有時候有些公司呢 會計師呢 就搬過去呢 就接近他們呢 就幫他們去上文件啊 或者做其他東西呢 是方便到的 那這個大方向是對的 那但是 現在做了一樣東西就是說 之前大家傾落 我們在那邊做CBD 去打造是一個 一個叫做 比較 高上一點的社區 那現在又給一些 方艙啊 或者一些叫做 簡約公屋那裡呢 又是 將那個計劃呢 就改變了 人家很有趣 就是你答應我些什麼 後來發覺你全部都不退現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覺得 有時候真的會沒有信心 你去賣地那一陣子 規劃的環境又很好 又說有單軌列車 跟著又不知道怎樣 會改善交通 後來發覺現在那裡呢 就變成了掘尾籠 那對他們那邊的 買的樓啊 或者是投資了發展商的時候呢 也都會是挺深暗的 那CBD不是那麼容易打造的 CBD是需要時間啦 真的需要經濟配合 那你現在來來去去搞得那麼多呢 都是中環啊 金鐘啊 尖沙咀那一帶 那未來我反過來 我看回好應該是北部東匯區 因為始終那邊呢 是近深圳那邊 深圳的科研 加上香港的知識產權和法律呢 我反過來那邊發展到另外一個中心呢 我覺得那個成功的機率呢 還要是比東九龍那邊呢 還要是大咯 那內地其實也有很多地方呢 是想打造一個CBD 所以就希望呢 建造一些超高層的建築物呢 做為那個地方的地標 但是很不幸地呢 一建造這些超高層的地標的時候呢 現在有很多地方呢 都是爛尾 天津啊 這個西安啊 湖南那邊呢 亦都是有一些超高層的建築物呢 去到現在呢 因為那個房地產調控呢 令到有爛尾樓去出現 那CBD不是說你想做就要做 要是配合很多天時地利人和啊 才會做到的 今天想說的東九龍CBD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聊聊 拜拜